宁波凤华 一辆小车在路口等红灯时 发现一辆小货车冲了过去 在下一个路口 小车又遇到了这辆小货车 前方已亮起了红灯 小货车又闯了过去 小车驾驶员把这两段记录一视频发给了交警 根据监控锁定的车辆和驾驶员弗某 经过我们调查 弗某从凤华火车站 出发到五明县与宝化路附近装货 为了赶时间 采取了连续床两个活动的方式 那边有了半个路口 那边一个电子吹 完了 我到时候就心急了 民警对冯某做出了处罚 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因为你闯了两次风得到了 所以也正经营两次处罚 网款300元 即12分 驾驶机满12分 驾驶证要扣留在这里 学习完以后才能继续开车 知道吧 明天要规规去开车 再急也不能急满一会儿 明天要继续开车